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自作主张退了学 前往台北打工 当父母知道时已经晚了 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可是没有离开过家的吴宗憲 刚步入社会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而吴宗憲并没有位子 半途而废 而先找到了一家餐厅 在里面做助唱的工作 为了生活 吴宗憲还卖过保险 出售撞洋药等等 之后 经朋友介绍 18岁他参加了武当奖 他拼到第四季度第三关时 因为要服兵役 只好放弃比赛 1987年 在贵人的帮助下 吴宗憲发行了人生中第一张专辑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 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这首歌火遍了大江南北 但只处于歌红人不红的状态 1995年 吴宗憲开始进军主持界 凭借自己独特的风格 成为了综艺节目《孝心壮地球2》的主持人 同时他以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 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欢 事业上如鱼得水的他 但在感情上 他也背负了一个浪子的名头 以断断的恋爱生活 令人瞠目结舌 1999年 吴宗憲事业刚有起色时 认识了刚离婚的陈孝萱 他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主持人 吴宗憲对他一见钟情 见刚离婚的脆弱女人 开始对他猛烈地追求 很快陈孝萱被他的温柔所感动 两人在一起后 经常在公开场合大秀恩爱 然而 有媒体爆料 吴宗憲早在1990年就已经结婚了 妻子叫张薇薇 目前两人又有三女异子 最终 吴宗憲还是回到了 陪伴他多年的张薇薇身边 他回过头一把抱住张薇薇 对他说 对不起 我们结婚吧 本来两人的日子过得平淡且幸福 然而 2007年 他们在台北翠山庄的一幢别墅内度假 吃过晚饭后 他们一起回卧室休息 没过多久 两人都进入了梦乡 深夜 突然传了一阵刺耳的声音 正在熟睡的吴宗憲 瞬间从梦中惊醒 他听到了枪声 连忙把妻子孩子叫醒躲在安全处 过十来分钟 这个声音才结束 万幸没有人受伤 这样的回答令人很不解 引起了热议 很多人说他是欠了桃花债 多年后 他在访谈节目中自爆 当年这件事情 完全是因为自己欠下了巨额赌债而无力偿还 这件事给吴宗憲留下了一生的阴影 从一个综艺大王成为浪子 再到一个丈夫 父亲 一生精力磕磕绊绊 但近日 吴宗憲竟然称自己比较保守 没搞错吧 原来吴宗憲的女儿 吴珊如代言了某内衣广告 尺度较大 之前他没同意 没想到女儿偷偷接了 被记者问及此事 他一秒变脸 表示自己保守 不过女儿接都接了 无力回天 他随后表示恭喜 而对于带着美女去打高尔夫的是 他回答只吃了饭 后面司机把美女送回家了 这似乎和媒体拍到的不一致 媒体的说法是 58岁的吴宗憲开豪车 载着美女同去打高尔夫 荣光焕发 晚上更是直接带美女回豪宅 一晚上没再出来 根据现场媒体的描述 这位新县嫂和吴宗憲比起来是嫩妹 但目测应该是35岁上下 其实 这种绯闻对吴宗憲来说都不算事 他过往的绯闻情史 那叫一个精彩 吴宗憲第一任圈内女友曝光 是台湾知名主持 最美小招陈孝轩 吴宗憲还没和他交往时 就被他跳钢管舞时的好身材吸引 但和陈孝轩在1996年就和黄文豪结婚了 吴宗憲一直没法下手 终于挨到陈孝轩离婚 送房子 送珠宝 还送资源 陈孝轩一度以为自己找到真命天子 好景不长 1998年 吴宗憲和黄安反目成仇 因为黄安竟然曝光吴宗憲 说他早已结婚 吴宗憲当然矢口否认 并且还成功攻关 舆论一时平息 陈孝轩虽有疑惑 但还是选择相信他 然而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 2000年 吴宗憲的邻居也跳出来 放出石锤 吴宗憲十年前就已婚 并且还有三女义子 这下吴宗憲瞒不住了 只得承认自己有老婆孩子 还称隐瞒实情 是怕有人绑架自己的孩子 陈孝轩也不傻 这样欺骗自己谁能忍 不断分手啊 吴宗憲又是在送豪车 也无济于事 眼见无法挽回 就预言 说陈孝轩再嫁人 肯定还会离婚 这不是咒人吗 太恶毒了吧 陈孝轩后来 很快与詹仁雄结婚 孩子都生了 就还是离婚了 还真是被吴宗憲说中了 说回被曝光的 吴宗憲发妻张薇薇 曾经是一位发廊老板 早年吴宗憲在酒吧住畅 经常和费玉清一起 去店里照顾她生意 很快吴宗憲就把张薇薇追到手了 人在1990年 就早已夫妻之时 后来吴宗憲进入娱乐圈 为了事业考虑 两人商量 只简单办酒席 不扯正结婚 不过孩子倒是一个又一个生了下来 不知是为家庭考虑 还是早知男人花心 在吴宗憲高调与陈孝轩交往时 张薇薇也从未露面 解释过一言半语 然而随着吴宗憲又一位学生情人 堪迪曝光 大众才知道 陈孝轩和堪迪比起来 处事不算什么 难怪张薇薇 能一直忍下陈孝轩 她都忍了堪迪七年了 1995年 张薇薇怀着孕 吴宗憲的节目里 来了一位18岁的学生妹堪迪 堪迪被安排成 吴宗憲身边的工作人员 她这秘密情人一当就是七年 也不知道和张薇薇商量好了什么协议 还是吴宗憲真能瞒得滴水不漏 老婆和情人 竟然这么多年相安无事 可能堪迪觉得张薇薇 追吴宗憲背后的女人 没什么竞争力吧 但当有言只有事业的陈孝轩出现时 堪迪坐不住了 虽然吴宗憲和陈孝轩一分手 就站出来自曝自己 才是吴宗憲七年的女友 18岁就当情妇的女人 可不是好惹的 堪迪据说家里 曾是跟随老奖到台湾的上海富商 根本没在怕的 一次两人互殴 还闹上了社会新闻 出了这样的丑闻 本以为吴的事业会大受打击 比起来节目收视率反而上升 这背后少不了吴的经纪人 安琪拉的助力 而安琪拉的公关策略 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她说自己也怀了吴的孩子 安琪拉不仅自己现身说法 事业还不知用了什么方法 请出了吴宗憲的原配张薇薇 两人一起出面表示 吴宗憲不是会打女人的男人 家暴事件 能把蒋经夫扫出娱乐圈 在吴宗憲这儿 两个女人竟然帮她摆平了 事后吴宗憲也很厚道 给了安琪拉非常丰厚的报酬 让安琪拉继续做她事业背后的女人 送了堪迪豪宅豪车 帮她开店作为分手费 大量的房产则留给了发妻 和平离婚 就这样 吴宏借着看似有情有义的 好男人的处理方式 拿得起放得下 把陪在她身边这么多年的三个女人 都打发得服服帖帖 然后她终于肆无忌惮 开始彻底放飞自我了 怪不得罗志祥出事时 吴宗憲说罗志祥 没必要被劈腿道歉 更没必要交代什么 还表示台湾的观众很健忘 2002年 吴宗憲一次被拍到 在上海有新婚 面对镜头得意洋洋 反问 怎么样 漂亮吧 凭借主持工作之便 吴宗憲让女艺人隔气球 把脸贴在自己 不可描述部位 做不雅动作等等 也不是为了博综艺效果 还是趁机砍油 身材发福 满脸油腻 却爱在节目上当众脱衣服 场面太辣眼 就不放途了 节目下 吴宗憲就更无所顾忌了 待新女友在昔日 堪地豪宅过夜 对酒店小姐姐动手动脚 她吐槽说 自己给周杰伦 参与林牵线 又不是带狗配种 难怪后来周杰伦结婚 都不请吴宗憲这位恩师 就像那位琳达小姐所说 自己被吴宗憲 带去堪地别墅多次过夜 然而女人对吴宗憲来说 都是用过就丢的 不过 又吴宗憲丢不下的女人 那就是她的女儿们 吴宗憲有三个女儿 其中大女儿吴珊如 进入了娱乐圈 也不知是不是年纪大了 想表达自己回归家庭 吴宗憲出席活动 经常拉着自己这位女儿 各种亲衣 一次节目中 吴宗憲一把抱住 已经28岁的大女儿吴珊如 上去较亲 吴珊如尽力厚养躲避 面对镜头 还要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容 不过她老爸倒是显得很自然 还有一场红毯活动 吴珊如穿了一件 漂亮的抹胸连衣裙 裙子下滑 吴宗憲见状 竟然直接上手帮女儿整理 惹得吴珊如惊讶不已 比起经常露面的大女儿 出场成的二女儿 虽然鲜少露面 但前段时间 已经被男友求婚了 男友是北大硕士 上市公司CEO 当媒体询问吴宗憲看法时 吴宗憲表示 男生也是很不错的孩子 我只能乐见其成 不过女儿要嫁人 做父亲的还是很伤感的 吴宗憲转头 又发了一篇博文 感叹自己老了 表白陪在自己身边的大女儿 都说女大必富 不过每个家庭 都有自己的相处方式 在吴宗憲这倒是没有看出来 可能是真的对女儿宠爱有加 她甚至表示 不许大女儿四十前嫁人 但一转头 豪车载得约会女友 和女儿也没差几岁嘛 2020年 吴宗憲晒出了 一家五口的合照 没有前妻的身影 四个孩子 倒是都依偎在她身边 当时以为绯闻天王 这回真要回归家庭 但现在看来回归家庭 这并不妨碍吴宗憲继续玩 毕竟孩子们都大了 也管不了老爸在外面怎么嗨 难怪当初罗志祥事件时 给他打圆场 说罗志祥就是玩心中 应对的还可以 看来是早有经验了 为了不说 半六的吴宗憲 现在日子还挺滋润 一路走来绯闻不断 年过半百 依然事业稳定 子女绕席 还能约着美女 打打高尔夫 无论感情还是生活 希望现在的吴宗憲 是真正能做到问心无愧吧 作为公众人物 也能多一些正面的表率 而不是引导年轻人去玩 你觉得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